一般人的手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向後咬 我現在這隻手呢 比得到盡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PatchXC 如果大家有follow我的IG 或是仔細看新的開箱片 就會知道我這隻手 是有些東西的 那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種醫學常識 那樣東西呢 就叫做 水種 不是 水柳 那什麼是水柳呢 那它呢 其實還有第二個名字 就叫做 見哨囊種 那是什麼來的呢 那其實呢 這個水柳呢 其實呢 就會生在一些 關節的附近 然後呢 那它本身呢 就像一條通粉一樣 那之後呢 有些 buen滑液呢 就是在你的關節那裡 那裏 讓你的關節活動了 那它便會在 μου遊 died 流走中…… 但呢 Lena 因為這個突變的原因呢 在不知原因呢 就是會由一條通粉 stellt 變成一個袋 一個包狼 這就是這個健哨囊種的狼 那然後呢 那些潤滑液一直這樣流 就會因為它變成一個袋子 沒位置走 就一直不停漲 像一個水袋一樣放大 最後就會變成怎樣呢? 就是會腫了一塊東西 那一塊東西就是俗稱水柳的建崇狼種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希望沒有啦 因為我整條片都會繼續叫它 病發的原因是不明的 目前主要都是認為這個關節上的組織 營養不略發生了一個退行 性黏液性變性 WTF 局部慢性勞損有關 好啦 聽完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是不是? 不要緊 我都不知道 總之就是這樣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不痛的 它是關在我手腕的位置 導致我咬後面的時候有一點障礙的方式 那之後我做了些什麼呢? 其實處理的方法有好幾種 醫生也有說過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吧 沒錯 那第三個方法呢 亦都是我做的方法 就是開刀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在裡面撬開它 然後刮 從最深層刮出來 然後整個袋拿出來 那每一個袋呢 就不會再入水 不會再入水 就不會再腫了 醫生都說呢 我那顆東西呢 是關得比較入 他說甚至關到骨頭的位置 因為表面凸出來的那顆東西 只是部分的位置 然後大約的圖就是這樣 但是呢 有一件事呢 是比較有趣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本身這個位置是有一顆東西的 那我現在移除了 那這個身體呢 這個復原機制呢 就會有一些新的組織 或者是 可能你當是肉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就會關掉 然後填上那個位置 但是問題是 我包紮的過程中呢 我的手一直在用這個 姿勢 就不會動過它 因為手裡面的那些 新的肌腱 或者肌肉呢 都習慣了這樣而已 就沒試過向後咬 那導致是怎樣呢 一般人的手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向後咬 我現在這隻手呢 比到盡呢 I wish you fell Walking the next time 是啊 只有這麼多而已 沒有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醫生說呢 一兩個星期內呢 就自己拉一下筋 那應該就沒什麼的 那如果真的拉不到呢 就應該要去做物理治療了 那其實這個傷口應該好 沒有了 其實八百 不足夠再在這裡撕掉了 膠布給大家看一下 嘩 搞定 嘩 就是這樣了 嘩 好久沒試過沒有東西黏在這裡了 都多謝大家在IG 或者在新的開箱片那裡 關心啦 那未看的話記得去看 那這條片呢 純粹說一下最近 我發生了什麼事啦 那還有呢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什麼都是假的 身體健康最重要 那就是這樣啦 那我們有什麼 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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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